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海盗真的就那么牛逼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海盗的故事 说起海盗 咱们先得聊聊海盗的标志 海盗旗 现在我们看到的海盗旗 大多都属于Jolly Roger 这个Jolly Roger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也就是咱们熟悉的骷髅 配上交叉肋骨或者双刀的黑旗 历史上关于海盗旗的记载 要追溯到18世纪查尔斯约翰逊所著的海盗通史 当时呢有两位海盗 都用Jolly Roger来命名自己的海盗旗 但是他们俩的海盗旗 旗长的压根就不是一个药 这说明那个时候Jolly Roger 只是代表海盗旗的一种标志 而不是具体指某一幅旗帜 现在的骷髅配古棒的海盗旗 则是海盗棉布杰克的旗帜 至于Jolly Roger这个名字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现在还没有更准确的说法 但有一段传闻和这个名字相关 咱们姑且一聊 相传在1703年 有一位叫约翰·奎尔奇的海盗 是这个人让一幅 Old Roger的旗帜飘扬在了巴西的海域上空 而Old Roger又有一个昵称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老魔鬼 那么Jolly Roger翻译过来就成了愉快的魔鬼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这个名字倒也挺符合海盗们那种 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刚刚我们提到过一本书叫做海盗通史 那么这本书到底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海盗通史是由海盗查尔斯·约翰逊所写的 出版于1724年的《不列颠》 书中记载着各式各样臭名昭著的海盗诗迹 通史中介绍了许多有关海盗的特征 比如海盗标志性的独眼 木腿 总是停在尖头的猴子 或者说着巴格里亚尔的鹦鹉 还有上面提到了海盗旗Jolly Roger 神秘海域四里也有很多海盗的名字 出现在了这本《海盗通史》里 包括游戏里唯一的女海盗安妮伯尼 到了今日人类发明了航空技术 海上的浪漫已经逐渐消亡 但因为许多艺术作品的再加工 海盗们自由不羁的一面又被人所崇尚 最早由《海盗通史》所塑造的这些海盗概念 不仅影响了罗伯特·斯蒂芬森等人的海盗文学 也进一步启发了现代的各式各样创作 近几年大热的海盗主题电影《加勒比海盗》 就是在原有历史的基础之上 结合了魔幻色彩 演绎了一段海上传奇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海盗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让人文风丧胆的呢 在我们著名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去世了100年后的1691年至1723年期间 地理大发现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建立在海上连通全球的利益链条被串了起来 在这个时期 各国的海上贸易愈加成熟 不管是正规的合法生意 还是非正规的奴隶交易 反正那个时候的海上财富是异常的丰富 但你想 这不就正好成为了海盗们的掠夺目标了吗 而且当时的英国和荷兰还有一批王下七五海 也就是所谓获得了政府官方正版截略权的海盗 政府原本是希望他们来对抗西班牙海军的 但是到了1714年战争结束的时候 原来这些海盗没活干了 那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再说了这帮人也干不了别的 也不习惯干别的 都觉得在商船上挣不了什么大钱 也凑巧了 大海对面有一批新殖民地建立了起来 他们还没有防范海盗的经验 靠着野鹿子发家致富的念头也就油然而生 这么着海盗的黄金时代便来临了 估计您也看过不少有关海盗的小说 电影、动画作品 也玩过不少海盗题材的电子游戏 那么历史上真的是有这么多杀人不见血的凶残海盗头子吗 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历史上和神秘海域4相关的四维大海盗 首先咱们得说说黑胡子蒂奇 这个人原名叫艾德华蒂奇 因为续了一脸黑色的胡子被人称为黑胡子 此人出生在英国 是航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海盗之一 1701年黑胡子才刚成为水手 拥有属于自己的船只则是更晚的事情了 但仅凭短短几年的努力 他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有趣的是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黑胡子的宝藏到底藏在哪 传说他每次藏宝的时候都会带一名手下去办事 等到事办得差不多了 再动手把这个人杀掉 连人带宝藏一起给埋起来 尽管有资料记载黑胡子其实并没有那么丧心病狂 而且还称赞他是一位有独特气质的领袖 试图创造过一个属于自己的海盗政权 但黑胡子还是被后人加工成了各种夸张的艺术形象 从这一点触发 黑胡子地棋和《神秘海域4》中的Avery 还是真有那么一分相似的 你要是看过One Piece 那肯定听过巴索罗姆·罗伯茨的名字 身为王下七五海的暴君雄的原型 就是来自这位知名的海盗 由我们以往对海盗粗犷形象的认识不同 巴索罗姆长得十分英俊 性格也温文尔雅 因此才有了黑色准男爵的称号 虽然身为海盗 但他敢和海军正面对决 直到最终战死 他的死也标志着海盗黄金时代的终结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神秘海域中曾出现过 类似摩西十戒一样的东西 叫做海盗十戒 那么不顾兄弟情义或者开小差的 必须离开海盗船 那么不允许携带儿童上船 不尊重女性的人将被判处死刑等等 这些海盗规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而定下海盗十戒的 正是黑色准男爵巴索罗姆 历史上有一位葡萄牙的航海家 叫做达加玛 这个人开创了从欧洲绕航翁角 到印度的航海线路 而在海盗史上也有这么一位被称为海盗中的达加玛的人 他就是神秘海域寺中海盗集团的二把手托马斯图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他称作海盗中的达加玛 其实是因为他毅然决然地违背了法国的撕掠许可证规定 之后果断沿着当年达加玛的路线前去截掠 在红海的时候托马斯图截掠了一艘穆尔帝国的宝船 之后又沿着阿拉伯和印度的海岸线疯狂抢劫 等他们回到希腊的时候连船上最低等的间隙水手 都能每人分到1200英镑的巨款 此事一出震惊事 当然也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才给海盗们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慢慢地开始有更多的人加入 欺负莫沃尔王朝的行动中来 其中就包括咱们游戏里最重要的海盗之一 亨利·埃布瑞 只可惜现实生活不是游戏 托马斯图再回到希腊的同年11月又出海去了 第二年的9月托马斯图在一场与印度船只的交战中被乱枪打死 最后呢 咱们来聊聊神秘海域4当中最关键的大海盗 亨利·埃布瑞 要不是因为神秘海域4 估计知道这么一个人的人就更少了 历史上对于亨利·埃布瑞的记载相当之少 只有一些支言片语记载的 他曾经在海军服役立下了不少战功 但最终还是干上海盗的勾导 通过游戏我们都知道 埃布瑞组建了一个巨大的海盗联盟 根据历史记载 真实世界里的埃布瑞的确也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海盗联盟 只不过规模与游戏里所描绘的相比要小不少 因为他们只有六艘海盗船 但是这六艘海盗船所组成的联盟 实力在当时就已经是不可想去的了 他们的实力已经强大到敢于拦截几乎每一艘来往于印度洋上的船只 1694年莫沃王朝一支满载财宝的运输船队出现在了埃布瑞的视野里 经过长时间挠战 莫沃尔的船长终于不敌海盗 选择了投降 这次战斗让埃布瑞的海盗们大赚了一笔 几乎联盟中的每一位船员都能分到1000英镑以上的巨额财富 那么问题就来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船会带着这么多钱呢 事实上这几艘船是去往圣城卖家朝圣的皇家船队 钱被抢的是小事 但是朝圣的船被抢性质就变了 这已经构成了对神的亵渎 为此莫沃尔的皇帝大怒 不仅莫名其妙地逮捕了好几名英国官员 要求东印度公司赔款 甚至还对英国发出了战争的威胁 这么一来 埃夫瑞也就成为被全英国通缉的罪犯 他甚至还被大英帝国定义为全人类的公敌 受到各种围追堵截 势力再大你也不过是个海盗 埃夫瑞海盗集团中的海盗头目们纷纷被捕 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唯独这位海贼王逃过了一劫 带着他抢来的巨额财富 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有人说在埃夫瑞的家乡普斯茅斯见过他 也有人说他隐居在了爱尔兰 但所有这些猜测到最后都没有一个证据来证实 埃夫瑞的故事流传开来 他靠自己抢来的财富度过了余生 这样的海贼王传奇也鼓舞了许多后来者 走上了他的海盗后路 然后埃夫瑞到底去了哪 他的财宝又藏在了哪 他用这些财宝到底都做了什么 这些问题至今都是一个谜 可以看出整个神秘海域寺里 有关埃夫瑞的描写有许多其他海盗的影子 玩屁狗选择他作为故事的主导 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空白的时间越多 就越有再加工的可能 而且历史资料记载 埃夫瑞抢到了价值连城的财宝 这一点便能吸引起人们的兴趣 也许在您观看本期节目的同时 世界上的另一端 真的有人正在寻找Lebtalia也说不定了 只不过他们可能不是为了把那黄金变成财富 而是像德雷克兄弟一样 去寻找填补历史空白的证据吧 有关地理大发现和那个时期发生的事 还有许多可聊 不过时间有限 本期的说个事到这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 都可以搜索新浪微博 at集合网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集合 或是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3w.g-coris.com找我们 感谢各位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